5月11到6月7號 我們總共到昨天有公佈 296例的死亡個案當中 有35位是屬於這個 叫到院前的死亡 那佔這個296例裡頭的 11.8% 那其實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COVID-19的病程 事實上 一個是 可以變化的很快速 所以就是有這種隱形缺氧 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這個到院前死亡 特別在家中 猝死 事實上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去調查說他 到底在死亡前或病程開始之後是出現過 什麼樣的症狀 然後呢 是發生什麼樣的一些 身體的變化導致他死亡 不過就專家們這邊 跟國外的一些 研究 其實在探討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概都顯示 還是以這個隱形缺氧是最有可能導致這個 不管年輕或者是年長者 在家中因為缺氧 而死亡的關係 而且這樣的缺氧 他通常是不會說 有比較明顯的前兆 那常常就是在這個 已經氧氣濃度很低 那症狀很嚴重的時候 這時候再來緊急送醫 可能就是時間已晚 所以目前我們昨天也有講過說 本週針對 這個家戶的感染 事實上是我們 調查跟匡列跟處理的重點 就是我們希望說這個確診的個案都能夠 從家中移出到這個安置的場所 或到醫院去 去住院 來減少說他在家中需要觀察 期間 可能會出現這種病程突然惡化的狀況 那 所以今天其實看起來這個統計就是到 這個前天確診的病例當中 實際上雙北 這邊的 確診病患都沒有在居家隔離 都是已經在設法安置 到集中檢疫所 或是到醫院去做處理 所以 我們這禮拜是會往這個方向來處理 那 另外就是快篩陽性的部分 當然在安置的量能上 如果足夠的時候 我們也是建議說能夠安置到集中檢疫所 加強版的集中檢疫所 加強版的防疫旅館 或是住院去觀察 那在這段過渡期 我們上禮拜也有講過 就是說我們會配發這個血氧機 到各縣市來提供這個快篩陽性的個案 在家 居家隔離的時候 能夠來偵測他的血氧 前面已經配發了1000臺 那今天我們 會再配發15000臺下去 主要是以雙北 這邊為主 那希望說衛生局能夠提供這個 快篩陽性的個案 在比如說篩檢站 或者在醫院的急診這邊 如果驗到有快篩 陽性的時候 就可以拿一台血氧機回家 那之後就是 在家裡面要監測他的血氧濃度 如果說有低於95% 就小於等於94% 的話 那就應該要立刻跟我們 比如說 119或者是防疫的專線來聯繫 趕快來安排 這個送醫